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左面汉字的简单的翻译 就像是用满语字母做片音来翻译右面的汉字 对了满文字母是一种片音文字 我们看这一串一串的从上到下 它和英文字母拉丁字母不一样 拉丁字母从左到右 和阿拉伯字母也不一样 阿拉伯字母是从右到左 我们还没见到过从下到上 实在没见过 那么实际上这个就是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就是一 合起来是一 这个是阿 这个小的是阿 这一块是恩 恩 不一耳术就这样 看得很可怕 跟英文字母也不一样 到底和英文字母有什么样的联系 那我们看一下 那我们就要讲一下故事了 这满文字母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从源头开始说 实际上呢 世界上的字母 99%的呢 都是从这一块地方来的 就是两河流域 叙利亚 高加索 这一块 字母就从这来的 有人可能说 更远处的埃及呢 曾经发展出来字母 经过科学考察 考古的研究呢 实际创造字母的动力冲动 都来自这里 我们曾经说过 有一种叫菲尼基字母 那个呢 就说 在地中海沿岸 有一个非常活跃的商业民族 菲尼基 实际上呢 最终的源头 还是在这个地方 这块地方呢 就是两河流域吧 回头说 蛮语字母的来源 它最早蛮语字母的来源 是什么呢 就是阿拉米字母 阿拉米字母 大家听了可能有些陌生 那么要说到阿兰文 可能大家知道了 读过圣经的人 或者信基督教的就知道 圣经呢 那三大书卷语言有 西伯来字母 希腊字母 还有阿兰字母 阿兰文字母 就是那个阿拉米字母 然后呢 它在五世纪的时候呢 向东传 传成了一种 苏特字母 苏特字母 有一些字母 像西方传地呢 变成英文字母 拉丁字母阿 希腊字母阿 希腊字母阿 向那边传 总之都是同一个老祖宗 到八世纪的时候呢 就演变成了回谷字母 苏特人呢 是经商的民族 他是经商的民族 他在石头之路这一代啊 他呢 是特别重商主义的民族 他用这些字母呢 目的不是为了玩啊 为了娱乐啊 就是为了商业沟通 鬼谷呢 就是我们维吾尔的先民 维吾尔人呢 在中亚这一片地方呢 他的地位 他的特点 有点像 中国汉族里边的 绍兴师爷似的 各个幕府 各个县 县衙门呢 都有绍兴师爷的 的中继 在整个中亚呢 也有个特点 比如所有的书记官 还有些个计算的 人人物呢 各个城市 各个军事的福利 都有维吾尔人 古代维吾尔人 所以他们掌握的文字 在成吉思汉 在成吉思汉 兴起的时候 成吉思汉的蒙古 兴起的时候呢 当时蒙古人 没有文字 言当然有了 没有文字 那么 他们的书记官呢 往往在回谷人 在回谷人的帮助下 他还生成了文字 所以最早的蒙文字母呢 就是回谷字母 演变出来的 那么在1599年的时候 就是16世纪 满族在东亚兴起了 满族 在东亚兴起了 一个比较强大的一个国家 这个就是努尔哈赤 他呢 也需要字母了 需要文字了 满族这个鲜民的女真族呢 他曾经有个文字 女真文字 有大字有小字 大字呢 就相当于汉语的 类似于汉语的字 文字 小字呢 是用汉语字母的偏旁字 不守啊 形成了一些类似字母的样子 来拼一些满族的文字 满族的 满族的语言 但是呢 金朝灭亡了之后 经过元蒙和明朝这两代呢 女真文字逐渐的就失传了 不再用了 很少用了 所以说成吉斯 诺尔哈赤呢 他兴起了之后 需要文字呢 这个时候呢 他根据蒙古文 又创制了满文 第一步呢 是老满文 跟满文没有什么区别 字母完全一样 发音基本也是一样的 用来拼一些满族文字 因为满族文字 满族满语呢 和蒙语 毕竟有不少的 区别 所以呢 后来要创造了新满文 这就是满文的历史 满文的源头 大家回头看看整个亚洲 从这个地方 两河流域发明了字母 逐渐逐渐的来到东亚 这过程呢 大家感觉到很神奇 汉族 汉族在这个中原地带 汉族的文化圈里面 发展 没有想到字母文字呢 从西亚一直传到了满洲 传到了中国的东北 事实就是这样 实际上 中国以外的地方 互相的信息和 运输 传播 其实挺频繁的 这个方向 这个方向 都很频繁的 因为 这些地方是马背上的民主很多 马呢 虽然不能日行千里 日行千里 是很容易的 所以流通很容易的 所以简单一句话 满语满文呢 就是片音文字 我们看一下 这就是满文的字母 我们看到的是 用手机输入满文的时候 手机的屏幕 是这个样子的 这个就是Q 这个就是R 这个是R 这个是T 这是D 不一二足 几乎呢 跟英文字母 是完全对应的 但是呢 英文字母 26个字母 满文字母呢 基本来说 就是24个字母 那么我们看看满文的原音字母 啊 呃 鸡 嗣 呜 这么多啊 咱们再看看 сколько organ noget 屁 都有 很应有的满语也有 我们再稍微注意一点 满语里边呢 磕有阳性有阴性 歌有阳性有阴性 喝有阳性有阴性 这个呢 阳性阴性的概念呢 就是它后面跟任何的 不同的字母相拼呢 磕有的是在 发前部阴 磕有的发后部阴 磕 就这样一个区别 实际上呢 如果我们充分理解 那些问题的时候呢 实际上可以不用这样细分 你在和不同的原因相拼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 不发那样的阴 不发阴性的 在和另外的原因相拼的时候呢 你不可能不发阳性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根本就可以把它看成一个字母 你就想满语是二十四个字母 没有错的 满语呢 还有些特殊的字母 这特殊字母呢 很有意思 满足静观以后呢 发现有些 很多汉字的发音呢 满语里没有 发不出来 那么就创造了一些个 新的字母专门用来 拼写 汉字的 今天的目的不是讲这些 只是现在要下一下大家 满语字母是多么的复杂 凌乱 那满语键盘呢 其实现在呢 经过 专家和满语 普及志愿者的努力下呢 满语键盘已经很标准了 我们可以看 7就是Q 就这样的 P就这样的 这就是满语的P 满语的C 都在这里 大家越看越觉得不好记 因为我们学会了英语字母 拉丁字母之后 直接的简单的来 记这个满语字母的 相当的困难看上去 实际上呢 满语字母和英语字母 不但有亲缘 我可以说70%的 是相同和相似的 在这里我们看不出来 但实际上是的 怎么记满语呢 咱们先按一下步表 在网上呢 怎么样输入满语的 网上输入方法有很多 如果用PC呢 Laptop Desktop 有一个就是 太清在线满足输入法 大家可以记住回去实践 还有另一种 满足空间在线输入法 还在置评错了 就满足空间在线输入法 接下来我们会用它 如果听完了 我这个讲解之后 还希望更多的学习的话呢 还有一个 从科集数满足入门 一个字母学习的 很好的贴线输入法 大家可以记住 最后我们这个PPT 会给大家的 可以找得到 那么我们就停止这个 现在我们就练习下 满文字母怎么写 这就是满语的 满语写法 满足 满足的满语教法 也是满足 那么用满语怎么写呢 就这样一堆东西 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 毛毛厚厚的 这个呢 实际上是你串字母 一个单词 跟右面那个单词呢 是没有任何 概念上不同的 它也是单词 一个单词 那边也是一个单词 它由字母构成的 五个字母 这边也是五个字母 这个就是M 这个就是R 这个就是N 这个就是J 这个就是O 或者W 这样的 那么我们现在就开始 学习写满语字母 学习写满语字母 先写R 啊 啊 啊 是这边写的 这是独立的字母 啊 如果在字母中间呢 在一个单词中间 R怎么写呢 就是这一个小的 就是这一个小的 小的树 我们要想更深的理解的话呢 我们写很多的R 就这样 这个小东西 我们叫它R 这个呢 就是一个字牙 那我们再看看 如果写R怎么写 这是独立的R 这是独立的R 是什么样的R 独立的R 再联系一个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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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R呢 也是一个小芽 它在这个右面呢 还有个点 大家注意 很多情况这个点 并不存在 空白的就是R 有一个牙的呢 就是一个R 大家会看 R和R在蚂蚁里 怎么这么像啊 长得 看 是吧 长得太像了 如果把点点忽略了之后 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呢 我们可以想 这个原因 在字母发明最初的时候呢 是两个流域 那么现在我们看看 那块地方的 阿拉伯字母和 希伯来字母 我们就会发现呢 在那些字母里边呢 原因就没有 阿和阿 在一串单词里边 就看不见 都是福音 这些阿拉伯人 或者犹太人 读他们自己的文字的书的时候 他就在猜原因 他一般都能猜对 因为约定俗成的 所以说是比较古老的时代呢 人类发明字母的时候呢 对原因认识不清 对福音呢 认识得很清楚 因为福音呢 是一种制造障碍的一个字母 看见一个福音字母 保证你的嘴啊 舌头 口舌唇呢 就要产生一些障碍 而阿和阿呢 很畅通 很畅通 人们对他认识的就比较晚 阿和阿呢 其实是 玛丽的最重要的两个原因 你看他长得又这么像 我们可以想象 很古的时候 根本这两个字母就不标出来 这一串字符往前推述 他更早的字母啊 什么回谷字母啊 苏特字母啊 阿拉米字母啊 恐怕就没有这两个字母 就真的是这样的 顺便多说一句啊 这埋于古代的单词 越是古的单词越有个特点 凡是阳性的 他用阿 凡是阴性的 有阿 比方说爸爸阿吗 阿吗 母亲呢 就说阿吗 有阿 说男性的男子 男孩 阿哥 说女孩 说公主 哥哥 是不是 仔细像古老的一些亲属称谓 全是这样的 咱们再看 再写几个字母 把原因都写全了 阿 咱们写个 伊 伊 英语一是讲这样的 那满语一啥样呢 看看 这样一个字母 这样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我要说了 它其实和英语 是一模一样的 英语里边的 一就是一树 而满语里边 这个 这个一呢 其实也是一个尬 一个长长的尬 它比 阿和阿 阿和阿 这个 这个小牙 要长得多 从此以后 我们就记住了 这满语的伊 和英语的伊 是一样的 我再写一下 独立的 再写一个伊 再写一个伊 它就是这么一个杠 大家可能会说 它这杠和英语的杠呢 方向角度可不一样啊 大家不要忘了 满语是竖的写的 英语是横的写的 写的时候呢 还需要书写方便快捷 这个目标 那大家 这时候就应该有疑问了 写字母的时候呢 为什么有一个竖线 这边写一的时候有竖线 阿的时候 阿的时候都有竖线 这个竖线呢 我们就可以把它当做一个 小孩子写字用的格子 打格子那个格 或者那条线 用它来表达 这个小的牙是在左面 还是右面 等下大家会发现了 这个右面的空间 我们也会用的 一共二十几个字母 我们要把它足够的 有办法区别出来 写的又快又有办法区别 这就是文字的做法 这更是字母文字的做法 好 一我没有了 我们再看看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字母 英语是圈 它也是圈 好了 我们又记住了一个 满语的欧和英语的欧是一样的 欧 你看 字的中间 字的头上 字的中间 字的尾部 其实有不同的写法的每个字母 字的头上大家注意到呢 全都带这么一个小的拐弯 是不是啊 这个其实就是旗笔 旗笔 那 我们写毛笔字的时候 写汉字的时候 会有旗笔吗 讲的什么缠头燕尾 那个不就是 为了写字写的比较流利 写的比较 和上一个字区别下来 和上一个单字区别下来 要有旗笔 你看 现在我们会发现 所有字母的旗笔啊 都是这样的 那么旗笔不算 我们再看看字母的尾部 尾部呢 有个收笔 你看都有个小拐弯 然后呢 阿呢 有向下撇 阿呢 因为没有字牙 像 左撇 都是为了收笔方便 收笔之后呢 我很可能还要写下一个字呢 收笔不方便 写字就慢了 所以呢 都有旗笔 也有收笔 这种旗笔呢 我们想象的是 英语的大写字母吧 这收笔呢 我们想都是英语数据的 数据字母啊 那么真正的精髓 一个中间的一块 我们现在讲中间的一块 好 言归正传 我们再写一个字 乌 乌 乌在麻油里是什么样呢 大家看了 它跟乌呢 几乎是一样的 几乎是一样的 我们再写一下啊 再多写一个乌 再写一个乌 它乌呢 和乌的区别呢 大家可以看出来没有 乌带个点 乌没有点 为什么乌和乌长得这么像呢 在乌语和乌语的祖先的 乌文和乌文的祖先的文字里边呢 我们古代人非常聪明 它有共识 无论乌还是乌 你发音的时候 口型啥样的 乌 乌 就是说把嘴 把嘴做得圆圆的发这个音 乌呢大一点 乌呢小一点 都是圆口型的音 所以呢 我们的祖先呢 就把它归纳成了一个字母的样子 特别蒙古文 干脆就是一个字母 都不分 至于读的时候怎么读的话呢 有约定书成在里边 所以呢 我们可以说这个乌呢 和英语的字母呢 乌呢还是挺像的 你怎么联想一下呀 乌和乌是一个亲戚 同族语言 那么我们再看一下 另一个蚂蚁字母 这个呢不太好写 我们可以写成乌上面加两点 和汉语的乌呢 比较像 比较像 这个发音 那好了 我们过来看看 这个乌怎么写 它这么写的 它和欧和乌呢 都很像 在前面伸出来一块 那么如果说这个发音怎么发 如果您发不好 简单的就发 它发着汉语的乌呢 足够区别了 不要紧 满足人一定能听得懂 那么它到底是什么字母呢 为什么跟欧和乌很像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连接两个字母 我们会发现 这个字母啊 在埋语里面呢 它写成了一个 O加个E 那么我们从汉语里看呢 O加个E O加个E 把O和E快读 是啥音呢 所以说呢 无论汉语的于还是蛮语的于 它不独立 它实际上呢 可以简化成O加E 实际我们可以省一个字母 也不知道哪个国家 哪个民族呢 真正的把这两个字 这个于呢 用O和E代替 实际上真的可以用O和E代替 不过满语也没有 汉语拼音也没有 英语根本就没这个字母 没这个音 那个德语呢 单独有一个字母 所以说呢 这个字母呢 实际上它是 O和E的合体 所以呢 我们知道英语有O和E 再看看满语的O和E合体 一下就记住了 这不就是英语的O和E吗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就把满语的六个原音字母 全记住了 大家看看 除了阿和阿呢 长得很像 我们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因为长得像 我们就演绎了 杜撰了就想 它古代呀 可能这套字母系统里 根本就不存在阿和阿 最常见的原音字母 不需要写出来 我们都能猜出来 所以不行 那接下来的 E O O E 这四个字母啊 都跟英语字母 有亲缘关系 根据英语字母 就能记住满语字母 你看看 这已经是多少了 百分之六十的 满语字母和英语字母 可以说基本是一样的 那么我们再看 我们再看福音字母 就是说汉语说那个生母 从哪来说起呢 咱们说波吧 先从B说起 波 那么英语的B是什么呀 我们又看到什么 满语的B是个小圆圈 英语的B也是个小圆圈 那不就说明了 满语的B和英语B长一样吗 你说啊 它带着尾巴 看着比较圆 像个潮体 话说回来啊 在印刷树没普及的时候 英文呢 也跟阿拉伯文 也和马文似的 也很花的 看着挺像的 很吵的 那么大家又说了 那个既然B是个圆圈 那个O不也是圆圈吗 怎么区别呀 那有办法区别 英语不是有办法区别吗 满语同样有办法区别 那我们就写一个 回头再重复习一下 满语的O是啥样的 这不就这样吗 满语的O和满语的B 都是圆圈 但是你能够区别出来 靠什么呢 也不靠什么 大家能看出来 那顺便我说一下呢 把这个B和O 连起来 是啥样的 B O 这个样子 所以你看到这么多圈在一起 所以我们看到了 B呢 满语和英语是一样的 然后呢 我们再看一次 P 你看到 O P又是个圆圈在英语里面 那满语里会啥样呢 Oh my goodness P在英语里也是个圆圈 那B和P都是圆圈 那怎么区别呀 我们大家细看一下了 我都没法放大 B呢 它那个小尾巴就是拐一个腕 P呢 小尾巴拐两个腕 是不是 有办法区别 那我们都记住了 凡是满语 英语带圈的 满语里一定带圈 你看他们的亲缘关系 多么近 那还有英语 还有什么带圈的字呢 D 咱们看看满语的D 长啥样 D 还真带圈 D 它圈在上面 其实呢 如果要是圈在上面 那么这个D 这个字母在一个单词的中间 它就要没法跑到上面去了 这个时候D是怎么写的呢 看看啊 这么写啊 把它侧面撑出来一个D 好了 这D我们都知道了 D D D 其实啊 无论俄语呢 还是德语 还是英语 它其实都有一对一对的音 就福音 它这一对的什么呢 清音和左音 汉语这边我不强调这个 因为我们都是方块字就行了 都不太强调这个字母 本来我们的古代也没把它分析出来字母 那我们看一下 D的 D D 是左音 的 的 左音 那么它的对应的清音是什么呢 是T 那么我们看看这个T在买语里怎么写 它为什么也是一个圈啊 主要是我们祖先呢 主要是我们祖先呢 他跟D是一对 D 一清一浊 所以它是亲戚 所以那个D是上面带圈的一个字母 D是在上面带圈 那么T呢也是上方带圈的一个字母 也应该是 那到底咋区分呢 D呢上面带一个点 右下角带一个点 我们就记住吧 说话的时候用左音来说 发出声来 D 就带点 不发声 D 就不带点 就这么记了 那么同样的 如果这个T在一个单词中间的话呢 它就没有机会在上位了 那怎么做 怎么 怎么写它呢 就这样 你写两个 T就在侧面了 T就在侧面了 是这样的 这个看起来很危险 它在侧面 那我们现在看呢 你看 都是和英语一样的 英语是圈 它就是圈 那么英语不是圈 它也是圈的话呢 是有原因的 它跟那圈呢 是一个 轮身的 或者是一对 这样的 那么 咱们再看看 还有什么字母是 还有什么字母是圆的呢 还有字母是圆的 但是呢 跟它不相干 我们再看一下 英语字母和汉语拼音的 字母一 它有一个和它有 亲缘关系的另一个字母 这个字母就是 英语的Y 汉语拼的大一 大写的Y 它呢 我们把它叫半月音 其实绝大王时候发音呢 它跟Y没区别 英语和快语拼音里边 我们说 它发一个短音 Yeah 这样的 顾切这么认为吧 就是它 它在埋语里怎么写呢 我们来写啊 它就是向上伸出的一个长的杠 我们来写一个Y Y跟这个Y 这两个Y是长得很像很像 很像很像 我们联系一下 先写一个小Y 再写一个大Y 再写一个小Y 再写一个大Y 在埋语里边呢 我们就分不清了 没关系 很少有这么连着写的 字母组合是有固定规律的 所以不会出现这种情况 总之呢 埋语的字母Y 跟埋语的字母1 是很像的 虽然它们的英语里长得不一样 但是埋语里长得一样 其实英语里你看 这个Y 这一杠呢 不是也和 这个埋语里这个Y很像吗 你姑且这么认为吧 帮助记忆 好 小写的Y 大写的Y 咱们说汉语篇吧 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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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 跟那个Y 其实发言很像的字母 东北人呢 经常弄火 把它当作一个字母 比方说很多东北老人说日本 往往说称日本 对了 就这个R 这个日 这个字母 我为什么把它放一起呢 其实它有亲缘关系的 然后我们写一下这个R R是这么写的 这个说早了 我们看看这个字母 和英语的R 有什么相似 有什么不相像的 英语的R是个小X 像个毒蛇的舌头一样的 那么满语里的R呢 也是个小X 也像毒蛇的舌头一样 R 可不是 R这个音呢 就是舌头在动 像毒蛇 伸出舌头 吐舌头一样的感觉 好了 我们记住了 满语的R 和英语的R 是一样的 回过头又说了 哎哎 你怎么像鞋的方向 伸出去呢 没关系 因为满语是竖子写的 为了写的方便 我们写得出来 这回有一个真正的 如意搞混的一个L L作为 东北人呢 中国很多地方的人呢 我觉得广东的客家人 和东北人有共同特点 把R和L分不清 分不清 那么我们来看L是怎么写的 L是这么写的 这个呢 和英语就不太像了 我们不妨这么记吧 英语大写的L是什么样的呀 是这样 一树一拐 那把它放倒了之后 什么样的 一横一个向上的拐 我们发音的时候 这向上呢 我们也不浪费 这舌头不是像上牙膛顶吗 这就是把它作为表音符号吧 有了L之后呢 我们就开始想了 那M怎么读呢 怎么写呢 英语的这样写不成问题了 那么蛮语的怎么样写呢 它和L呢 是长得那么的像 L的小尾巴向上翘 M的小尾巴是向下 想发记吧 它跟英语是真的不一样 也不能全跟英语是一样的呀 也不太好记了 M怎么发音呢 我们是上嘴唇向下 扣到下嘴唇 把下牙呢 盖住 我们都记住了 M这么写的 M、L 那之后呢 我们就应该有字 我们想到N怎么写了 L、M、N 它们经常同时出现 N怎么写 看了之后 我们可能会大吃一惊 这样写 这是N 我写两个N 那不行写不出来 那我写出一个 N、A、N 这样一个字母组合 怎么写 用英语来说 我就直接在键盘找个A 再找个N 就这样 A加N 就是安 这可是安 天哪 怎么长得像A、A、A、A 两个A连写呢 像两个A连写一样一样的 我们试试看 M、A、A、A 两个A连写怎么写 看成一模一样 其实没关系 英语的时候呢 很多字母连写的时候 你也分不清 真的 你用Cursive 用草书英语吧 从A写到Z 你看看 很多字母是长得英文一样的 那好了 这个N N和A到底怎么区别 大家看到了 需要区别的时候 就在它的左边点个点 就在它的左边点个点 那么大家回忆一下 我们写A的时候这么写 写两个A的时候这么写 我们写A的时候呢 怎么写 一个A这么写 写两个A的时候呢 这么写 写三个A的时候这么写 我们就看到了 A、A、N、N 这三个字母区别特别小 它基本的部分呢 就是这个小牙 这个字母的牙 就中间小牙 就中间小牙 然后呢 A呢 就肯定就是一个牙就完了 如果也要是强调它是 呃不是A的时候呢 就在右边点个点 如果强调它是 嗯 是这个字母 N 它不是 不是A的时候呢 要需要强调在左边点的点 如果你保证你能看懂 那就是大家都是一个小牙 就这个样子 看起来有一点恐怖 其实呢 要想又快写 又容易辨认 这就是文字的 所有文字的共同的要求 写的又可以写的快 又容易辨认 那么就说呢 都是这样的 字母文字更是这样 其中也没有多少花呀 你怎么写 你不可能写的 画出一个 呃小动物来 那不成了古代埃及字母了吗 古代舒美尔人的字母了吗 呃那个 呃就太复杂了 复杂就慢 慢了就不能够正常书写 而且很多普通的 呃 里程人民呢 也学不会 没时间学 所以说它变种 变化的可能性就很少 就很少 只要可以借用 互相借用 呃 不引起起义就行 你看阿和阿互互相借用 波波德特都互相借用 欧吾 欧都互相借用 阿和恩也互相借用 借用得太频繁了 咱们看看还有学什么字母 再看看 英语的Q 就是7 这样写 这个字母呢 这个字母呢 我们回过头来看 他和 Y 是很像啊 他和I 也很像 这个I呢 因为他原因呢 他有个单独 我们多写几个I 那就可以看到了 或者我拼一下 7 1 Y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些字母啊 很像 一 耶 Y我们可以读成耶 有的时候只能这样读耶 然后呢 7 我们会发现呢 这些字母呢 就是舌头的不断硬化的过程 在蛮语字母里面呢 它一个比一个的硬 它这个曲线 你看 一就是一根直线 耶呢 就是歪啊 就是稍微歪一点的直线 然后呢 这个 7呢 就是彻底的一块弯 说到这呢 我们就想到了这样一个字母 就是接 这也是一 一单独写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写 小一 你看就是这个一 左边一个边 下边一个拐弯 所谓的数据方便的 那么咱们就接下来就把这个 把这个接写出来 那蛮语里的接怎么写啊 你看可以看到 咱们一个个排列起来 咱们再顺利的写一个 为了写一啊 我们正好这样联系 然后再上去 你看这四个字母 咱们为了写得清楚一点 把这个字母排列下来 七 一 这四个字母呢 我们可能没有想过 它的发音呢 是很有关系的 一 耶 耶 去 其实舌头呢 就不断的硬化 我们看蚂蚓之母里边呢 正是舌头的位置呢 不断的硬化 所以我们发现呢 这个 长长的杠呢 无论从阿兰人呢 还是到 苏特人呢 还是 古代维吾尔人呢 蒙古人呢 后来的满族人呢 他们都很清楚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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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四个字母呢 都是舌头用劲 舌头用的劲呢 舌头弯曲起来呢 或者伸直呢 或者拐个弯呢 或者拐个硬弯呢 就会发出这四个字母的印 也不知道是我猜想的 还是古代的人 就这么聪明 他创造字母的时候 就舌头的位置 舌头的形状啊 所以 太神奇了 但愿我这个是猜想 我认为是真的 那么再看看 我们大部分字母 都已经写到了 键盘第一排的W 我们还没有 还没有找到 满语是什么呀 满语的W 汉语拼音里边 我们说 啊 W是大5 这一个是小屋 这个大屋呢 是半月印 这个很有趣 我们不去研究那么多 我们只看 满语的屋怎么写 满语的屋长得这个样子 这个 我可扯不到任何 胡托八扯 扯不到任何地方去了 屋长得这样 这个屋 和满语的 和满语里的 什么字母像呢 大家可能想不到 它和满语这个字母像 满语的F像 在英语里 F和W呢 长得一点都不像 在满语里 我们看一看啊 F是怎么写的 看到了吧 F和W 其实是一样一样一样的 只不过F多了个尾巴 我们再看一下啊 在一个字母里边 在一个单词里边 咱们就说一个爷爷吧 满语的爷爷 这是妈 发 妈发长这样是吧 那我们用乌再找一个什么 乌找一个什么音呢 找一个什么单词呢 不费地去找吧 就说阿乌珠吧 是吧 这个里边 他们都很像 就是伸出来的一个 那么回过头了 我们看这个F 这个就是F F 还有别人叫F 英语里是F 大家再看看呢 满语的F和英语的F 是不是非常像啊 不就是放倒了吗 就是放倒了呀 行了 我们的F就记住了 顺便我们把W记住了 实际上呢 F和W呢 这两个字母啊 在德语里边 他们是一对 一个轻音 一个左音 F Volkswagen 就这样的 所以说呢 在古代满族文字 和满族文字的 祖先的文字 对使用的一些人民呢 他可能是和 说德语的那些民族呢 有一定的很古很古的时候 他可能是有一定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记住 满语的W和F呢 是有亲戚的 写起来很像 跟英语长得也挺像 到现在为止呢 我们大部分的满语字母呢 都跟英语字母很像 或者几乎你认为它相同吧 那么好了 我们再看看键盘上 我们有哪些字母没有学到 OK S我们没学到 字母S我们没学到 那满语S长什么样呢 看 这个样子 如果在一个单词里面呢 中间这个小尖尖呢 就是S 单独写就是个尖尖 它就是个尖尖 那么我们放在字母的 一个单词的尾部会是啥样呢 阿萨 它也是个尖 然阿萨 这个尖呢 它是一个收尾 它要收尾 说多出那一瓶来 我们不管它了 现在我们先不学那么复杂 只看它基本字母符号 就是个尖尖 好了 这个呢 跟任何的字母呢 也没关系 可能跟西班牙字母 和阿拉伯字母是有关系的 那里边也是个尖尖 好 咱们不想那么多 还有什么字母没学到呢 还有一个X X这个字母怎么写呢 在埋语里面 它看呢 也是个小尖尖 只不过呢 它左面多了一撇 这埋语的发音不正好 是死 有点像汉语里的卷舌的 难怪东北人 平舌卷舌分的那么不好 S跟X啊 是有点像的 所以我们就记住了 一起记住了 那么我们来写 这个就有意思了 就网呢 语网呢 或者上网的网呢 AS AS 这么写 ASU AS 就这样写 那么这两字母也解决了 少量的跟英语 毫无关系的 没关系啊 这么少我们记得住 然后再看看还有什么 还有一个字母 就是Z Z Z的字母 稀奇古怪的 再看看 Z的这个字母 确实跟英语不一样 没关系的 不一样就不一样 我们要这么少量 再看看C 汉语音语这么常用的字母C 在英语里有啥样呢 其实呢 它跟英语的Z 汉语拼音里的Z Z 吃和Z 长得这么像 这种字母呢 我可以说呢 满语里没有 满语里没有这样的音 所以呢 我们在城门楼的牌匾呢 或者说 一些个需要音语的单词呢 只要汉语里是这音的话呢 满语里一般都用这里来代替 这两个音汉语里怎么发呀 第一个是吃 第二个是去 吃 其实也没多大区别 真的没多大区别 我们汉语里边把它强化强调了 从我们刚学会说话的时候呢 我们汉族人呢 就会不停地来区别这两个字音 其实这两个字音区别非常小 如果你是个大连人呢 你吃饭不说吃饭 说吃饭 你吃饭了吗 所以说呢 这两个字音实在是像 满语里根本就没有 C这个音 这两个字母满语里没有 实际上 26个字母里边 剩下都是满语字母 只有这两个字母满语里不存在 那满语呢 说它是24个字母呢 是很保险的 看看还剩什么字母啊 OK 还有这么几个字母 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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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几个字母 磕磕 磕 这几个字母怎么写啊 满语里面 我们看一下啊 先写 大家注意这个上面 先写 磕 这样写 再写 磕 这样写 再写 磕 这样写 这三个字母 我们可以想象的出来 它是过去苏联国旗上的领导 是不是长得一模一样 像个领导似的 苏联人的领导 俄罗斯人用的领导 磕 磕 磕 它基本部分是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有区别 磕 磕呢 就什么不带 光都图的 磕呢 它带个点 磕呢 带个圈 这是现代马文 古代老马文 这三个字母 长得一模一样 都这么写 为什么用同一个字母 无论满语还是汉语 磕 这三个音是不同的 用一个字母是不是太难了吗 不是 这个原因在于满语的满文字母的祖先 蒙文字母 在蒙古语里的磕 磕 科哥和这三个音呢 用同一个字母 用同一个字母 就是它 就是它 就是这个镰刀 俄罗斯的镰刀 这个 也许 蒙古语里边的 科哥和不太区分 根据上下文乱判断 事实上我们也发现了 你看呢 成吉思汉这个汉 就是蒙古人的皇帝 北方湖人的皇帝都叫汉 也可以叫可汉 也可以叫和汉 也可以叫汉 可汉 和汉 汉 你看 其实呢 就是这三个字母的音 你想说可汉 就用它 想要说和汉 就用它 想要说汉 和汉 就用它 看来蒙古人真不区别 这四个音 这三个音 好了 我们怎么记呢 科哥和 一个比一个复杂 带点又带圈儿 在过去呢 苏联时代有一种 就是 就是什么 叫国家治安机构吧 有点像 像美国的那个FBI 叫科哥伯 我们就是科哥和 为了记住吗 科哥和 你就把记成科哥伯吧 就记住这三个字母 到现在为止呢 所有的马文字母 我们都记下来了 你会发现呢 至少70% 是跟英语是一样的 或者是有关系的 70%到80% 那行 我们回头来 再看一看 马文字母吧 这几个镰刀 哈哈 科哥和 七 这么还是记不住 但是我们找一个 波在哪呢 B 在这里了 它也是圆圈 英语也是圆圈 我们找O在哪 在这了 英语是圆圈 南也是圆圈 跟O长得很像的 U 跟O和U长得很像的 U在这里 然后呢 我们再看看 跟B 很像的P 在这里 然后呢 和这个是德 德是代元圈的 跟德是同一族的 T在这里 和那个R在这里 S在这里边 跟S是一族的一个呢 X在这里 然后 看一看 Y在这里 Y在这里 J在这里 跟YJ 发Y的音 J的音 和发E的音 发E的时候 你舌头的音呢 都是用动 在舌头上用劲 这三个字 另一个在舌头用劲 就是 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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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在这里 七 然后呢 舌头也用劲 吃 吃 七 七 吃 在这里 蚂蚁里没有这个音 所以弄个稀奇古怪的 很显然嘛 它就是 造出来的字 再看看这个X 这个T 汉语的有T 蚂蚁里没有 Z Z 汉语的有Z 蚂蚁里没有 Z Z 汉语的叫Z 所以跟这个蚂蚁的S S很像 直接在上面加一个树靠 就出现了新蚂蚁之母 然后呢 这个 吃 跟Z 很像 你能想象得出来吗 Z和C像吗 蚂蚁真的像 只有满足人琢磨出来了 在这个Z呢 我们看 S 下面 演化出了Z 加一个树靠 Z 演化出 Z 再加一个横靠 这这么几个字幕 所有字幕都在这里了 我们把它 跟英语发音的关系呢 跟英语字母的 长相上的关系 找出来了 然后呢 跟和汉语 拼音发音的关系呢 找出来了 所有 的蚂蚁字母 我们都把它 掌握了 所以我们看 A 我们刚才说 一个小牙 A 也是一个小牙 那有时候呢 光是小牙 根本看不清 它是 A 还是A 所以加个点 右面 所以这就是 A 和A 然后E 就是一个小长盖 长的一个线 有的时候写成两个 跟英语 是不是长得一样啊 然后O 买一个脸是一件圈 O 跟O长得一样 但有的时候呢 实在不好分的时候 你加个点 所以O的 庄重的形式是这样 还是跟O长得很像 这个O 然后呢 U 是一个O 再加一个斜杠 O和E 快都是啥 当然了 用拉丁字母 转写的时候 你看这个很费劲 不知道来在怎么写 蚂蚁本身 就这么简单 当然了 它还有蚂蚁写字 还有独立型 还有字首型 字尾型 独立型呢 绝大部分情况下 跟字首型很像 这就说呢 这个字母本名 我就拿了这个字母 就相当于大写吧 对了 和这字首型很像 首字母 一般在英语里 不就是大写吗 蚂蚁的大写就长这样 它的小写之间关系 我们可以看出一点苗头来 看这字牙 在这也是字牙 啊 呃是没有东西的 秃的 然后呢 蚂蚁的 音大写这样 小写这样 看 就这样 O的大写这样 小写这样 O的大写这样 小写这样 U的大写这样 小写这样 行了 全知道了 字尾 看啊的字尾 是这两种 O的字尾是两种 这个呢 将来去想办法就知道 实际上它是个字牙 是个收尾 数字的收尾 一的字尾像这样 你看 数字呢 不这么滑 就这么滑 就是 就向左拐向右拐一下 要怎么收笔啊 你要停顿的话呢 反动慢 就像你 跑街地一样的 你到交霸上站开了 不行 你要顺速的向前跑一下 和第二人 向同一个方向跑 你就快了 和音字母 和音字母呢 绝大部分的情况下 不在字首 有的时候也在字首 这个话有点说大了 至少我们就当着 我们就当作它是 大写 字中型呢 是个本质 字尾型呢 它就是变化型 回了快 那好了 我们看看K的字中型 哥的字中型 G的字中型 H的字中型 说长得很像啊 柯哥和 这个里边 还有些阳性的 哥哥和 这个大家 千万不要去想它 不要去再多话学习 当你到学 单词的时候呢 你就知道了 阳性呢 是喉咙发音 阴性呢 是舌头前舌发音 你没注意到吗 发柯的音可以这么发 柯 也可以 柯 北京的男人发音 喜欢用喉咙 女人发音喜欢用牙齿 同样的 哥哥和 他们就去 用不同的发音方法 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只能更进一步的语言 现在去研究了 所以暂时呢 说实在的 太语篇也是 七和痴 积七兮之痴痴 积七兮 积七兮 其实发音很像的 所以语言的流变呢 很复杂 你看接下来这几个字母很像 R就是个小舌头 F呢 你可以这样写 在字头的时候这样写 在字中的时候一定要加写 而W呢 无论在字头和字中 一定要加写 还有个字母组合 就是NG 无论蚂蚁和汉语 NG就非常常见 还有个专门字母组合 所以到此为止呢 所有蚂蚂蚁字母呢 就应该记得很快了 按照我的说法 其实也记不住 我这个呢 录像会给大家留下来的 如果想更加深入的去学习呢 就是有一个比较好的网站 在这里 没问题 我会把这录像给大家留下来 大家根据这网站去找 好 全部就到这些 我们就停止共享 com 还有 我